OK,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来看看现在要是有 Adverse Selection 的话,要怎么处理,要发生什么事情,怎么解 先来 model 它一下 今天啊,我这个 data 假设是只有 Retailer 看得到的 那我们这里假设只有 Retailer 看得到,显然是因为我们想要研究 Signaling,可以吧 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情境,它的 interpretation 大概就是 Retailer 就是它有这个市场资讯,它在这个市场上耕耘许久 它有超高级的 CRM 系统等等,所以它比较了解消费者 那相较之下,我们的 Salesperson 只是一个个体户啊,刚被聘来的这个 7-Eleven 或全家的店员啊 所以,它对这个市场并不是特别了解,它对消费者也没有什么概念 它唯一的 Idea 就是,好,我要工作 Feda 它是看不到的,大概是这个概念 好,那假设是这样子啊,那很快点我们就会发现 哎哟,那这个 Salesperson 它今天如果要做事的话 它事实上不能像刚刚一样,去把它的 Action Level 或是 Effort Level 设成 Theta V 因为它根本就不知道 Theta 是多少嘛,对吧 所以它会造成一个,我们不把这个 Game 好好的 Model 出来的话 其实是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那,于是现在就是有一个 Signaling Problem 对吧 我这个 Retailer 啊,它就会面临一个 Signaling Problem 那更精确的讲呢,应该是这个所谓的 High Type 或是我们这里称它为 Optimistic 的那个 Retailer 会遇到这个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觉得市场好,所以我说我乐观 对吧 那我乐观的 Retailer 我应不应该要 Signal 我的 Quality 呢? 我应该说 Signal 我的 Type 我应不应该要让这个 Potentially 被我 Hire 的 Salesperson 知道我很乐观? 某方面来讲答案应该是是的,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很乐观的话,表示我觉得市场好 那我觉得市场好的情况下,我去 PIN 销售员是比较好 PIN 的 我呢,只要给他一个合理的合约 不需要太过慷慨的合约,他就会愿意接受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你先直观地想象一下 假设今天你领的薪水是,这个老板开给你的是底薪 2 万 然后再加上 10% 的业绩奖金 假设是这样子 那你呢,理论上就要去估计一下 你这个下个月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假设你觉得啊,至少要满 3 万元 的预期薪水 你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 不然你就要去做别的事情的话 那这就取决于这个,我们的预期的下个月的业绩 能不能达到 10 万,对吧? 业绩如果有 10 万,你就可以赚 1 万 加上你的底薪你就有 3 万,那你就签这个约啦 如果今天你遇到这个情况,那你问老板 诶,老板啊,你觉得我们下个月的业绩会怎么样 老板一定跟你说超过 10 万嘛 老板这个时候肯定要想办法说服你 说下个月的业绩会很好 我们家的商品卖的真的是很不错 老板要让你相信这件事情 你才会愿意签下这个合约啊 老板越让你相信这个市场很好 你就越愿意签这个合约 那反过来说就是老板给你的 offer 可以越普通,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真的知道市场很好 你让你的手下知道,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对吧? 好,那今天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 signal 我的 type 呢? 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是对 low type 那个悲观的家伙来说太贵 我才有办法 signal 我的 quality 或者我的 type,对吧?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哦,那不然这样吧 我们来 offer 一个很 low 的 sales bonus 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如果 sales bonus 这个 V 啊,很小 那表示什么? 表示 1-V 很大 表示我身为一个 retailer 我把我大部分的生意都 呃,这个 未知的预期的未来的生意 让他来决定大部分的我的报酬 而我们的 sales person 呢,指领其中的一小部分 这件事情如果我很悲观的话 我就不敢这么做,对吧? 我是一个 retailer 我心里想着下个月世界就要完蛋了 然后景气非常之不好 结果我还跟 retailer 我还跟我的 sales person 说 啊,没事,来 这个下个月景气不管好或不好 都有老子我来承担 我呢,吃 99% 你吃 1% 另外我给你很高的底薪 没道理嘛,对吧? 我如果真的觉得下个月的景气糟透了的话 我应该会 prefer 大致上来说要尽量用 bonus 来付给 sales person 才对 这样对我才比较有利啊 所以谁能够 开出高底薪低佣金的合约呢? 应该是乐观的人,对吧? 乐观的人才会觉得说 我应该要把大部分我的收入 放在 sales outcome 这一块 我如果真的悲观的话 我才不敢那么做 我如果真的悲观的话 我一定就是不敢把大部分我自己的收入 都放在那个感觉会不大 ok 的 future sales 大概是这个逻辑 所以这个大家想一下 如果觉得 ok 的话 那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 intuition 都有了 我们就来看看 mathematically 或者是 model-wise 我们怎么让这件事情来发生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 UV 这个 2-part tariff 是不是真的能够作为一个 effective的 技术性医院的声音 就是我们是希望评论的 一切召集的 是使用我们的能力 这些使用我们的能力 正在击乎维抗 那我们这些使用我们的能力